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财经动态栏目》 我是晓翔 今天是3月8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 美联署主席鲍威尔 在出席国会参议与银行委员会听证时表示 为了应对最近的强劲数据 联署局将需要比预期更多 更快地加息 必要时可能采取大的行动来抵制通胀 他还指 为了控制通胀 劳动力市场就可能会出现必要的放缓 但总体而言 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 市场仍然非常紧张 这个也是导致通胀的原因之一 他还指出 1月份的就业市场过热 消费者支出 细造业生产及通胀数据都反弹 扭转了一个月前的皮软趋势 这样表明 通胀压力高于上次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时的预期 此外 对于美国政府债务问题 法威尔说 美国国会真的需要提高债务上限 如果债务上限不提高 可能将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财政政策现在尚未是造成通胀背后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经过了美联储8次激进加息之后 到目前为止 美国经济仍然能够应付 各项经济指标反映 经济增长动力似乎没有出现严重损失 尽管一些大型企业高调裁员 但每周新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仍然低于20万 与疫情之前的水平相当 据彭博社报导指 高盛执行长苏德毅在礼拜二举行的 加拿大王家银行资本市场 全球金融机构会议上表示 今年和明年 美国经济实现远着陆的可能性 甚至比自己六个月前认为的更加高 不过美国前财政部长 哈佛大学教授卢伦斯·萨默斯 在接受CNN采访时警告说 美国经济突然陷入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 他说 降低通胀的过程 往往会在某个阶段引发经济衰退 过去几乎总是这样 萨默斯还在专访当中 引用了经典卡通形象 来比喻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他说 对美国经济来说 这样可能意味着出现威利狼时刻 我们来看看个股以及企业情况 马斯克今天表示 Tesla可以制造出生产成本仅为Model 3一半的小型汽车 这款更小型的汽车将会几乎完全使用自动驾驶模式 Tesla今天股价跌超过3% 苹果公司今天在官网为iPhone14和iPhone14plus手机 推出全新黄色配色 新色系产品将会于3月10日开放预购 3月14日开始供货 加入新色彩之后 iPhone14和iPhone14plus共有6种颜色可以选 包括午夜色、星光色、红色、蓝色、紫色及黄色 苹果今天股价跌1.45%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 Facebook母公司Meta正在展开新一轮的 多达11,000人的裁员计划 Meta收跌0.21% 市场消息指 汤森路透和黑石集团 将会联手抛售2300万股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综合传媒报导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Salesforce星期二表示 公司正在与OpenAI合作 将聊天机械人CheckGPT 添加到其协作软件Select当中 并将人工智能整合至其商业软件当中 Salesforce的Einstein GPT技术 会将其专有的AI 与包括OpenAI在内的外部合作伙伴的AI互相结合 以帮助企业产出电子邮件草稿 客户账户信息和电脑代码 并与Select整合 以帮助用户归纳对话 及处理其他查询 星期一 自南航空首席执行官海斯表示 司法部准备在未来几日内采取行动 试图阻止该航空公司 对精神航空的收购计划 海斯说 美国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似乎从一开始就打算阻止这个合并 而两家航空公司的论点是 合并将会增加 而并非破坏美国最大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 并能降低整体机票价格 去年 浙南航空和直辰航空 同意在一项38亿美元的交易当中进行合并 如果成功 它们将会成为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 市占量将会达到9% 但仍然将会落后于美国最大的四家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集团 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 和美国西南航空 这四大航空公司合计市场 占有率达到80% 美国司法部就表示 精神航空在美国航空市场的地位无法取代 因此确认将会提起控诉 以阻止浙航空对其收购 因为精神航空提供廉价机票 只对服务收取额外费用 而合并意味着机票会加价 美国交通部对司法部起诉阻止浙航空 和精神航空合并交易的行动表示支持 因为这宗交易并不在反垄断法规的可豁免范围之内 而交通部之后也都将会对这宗并够申请 展开单独调查 礼拜二 浙南航空的股价最近下跌了近3% 精神航空上涨大约4% 航空股普遍上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利率上升正在挤压资金短缺的城镇同学校 以往这些城镇同学校 在获得房地产税收入之前 通过短期借贷来保持现金流 但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 以抑制通货膨胀 城镇同学区也都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借贷成本 根据Refinitiv MMD的数据 A级城市同学区 在3月3日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3.16% 而在加息之前 即是2022年初 这个利率仅为0.21% 在预算受到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的地方 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 增加了提高税收或者削减服务的压力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短期借贷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 这样为现金储备有限和收入迟换进账的地方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市政当局通常每个月发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 以支付日常开支 例如维护交通灯和进行道路翻身 根据债券研究公司Municipal Market Analytics 对彭博写数据的分析 随着利率飙升 一些城镇、园和学校已经撤回了这些贷款 使政府实体的短期借款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该分析追踪了12个月的滚动平均短期债务 这些债务需要用税收收入常还 随着利率上升 借款金额从2022年1月的大约270亿美元 下降到上个月的大约190亿美元 因为瘟疫大流行的联邦援助 和过去几年的强劲收入 也帮助一些城市避免借款 但也有一些运气不太好的市政府 在利率飙升时需要紧急筹操现金 《华尔家日报》今天引述一项最新调查指出 自1970年代以来 美国人对服务或者产品不满意的比例增加了一倍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积极寻求报复 在接受调查的1000名消费者当中 大约有7成4的人表示 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 对遇到过产品或者服务问题而感到不满 这个比例高于2020年的6成6 和2017年的5成6 而在1976年这个比例只有3成2 美国客户服务度指数就从2018年的77 降至2022年的73.1 这个是28年来的最大降幅 该指数分析了47个行业的400多间公司的客户满意度 根据全国愤怒客户组织的研究 随着不满情绪的上升 投诉的频率和报复也都越来越高 该研究显示 通过当面或者在网上对公司进行公开收育 和报复的消费者的比例 从2020年的3%增加了两倍 达到9% 但在2003年至2017年间 寻求报复的客户更多 平均为17% 该组织的最新一个研究发现 7成9的客户向公司投诉过其严重的问题 高于2020年的7成2 4成3的客户表示 他们向客户服务代表大声疾呼 表达他们的严重不满 高于2017年的3成5 与此同时 2成5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希望有人解释问题发生的原因 2成4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希望得到道歉 而2成3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希望得到保证说 问题不会再次发生 幸运的是在美国 民众仍然有言论自由 可以在公开场合宣洩不满和沮丧 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成为房地产危机之后 有一个计时炸弹 中国今年要重振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华尔家日报今天引述研究指出 根据标普全球的计算显示 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 现在有可能突破北京当局设定的非官方债务门栏 其未偿还债务超过去年收入的120%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 中国31个省级政府总计背负大约5.1兆美元的债务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工具近年激增 例如各种检测费用和兴建隔离设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 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带来的债务 今年预计达到近10兆美元 大型评级机构研究显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负的 842亿美元境外债务当中 大约8成4将会在2023年至2025年到期 因此有专家认为 地方债务已经成为房地产危机之后 有一个计时炸弹 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 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主要城市 连紧紧常付欠债的利息都有困难 一个极端例子是甘肃省省惠兰州 2021年的利息支出 相当于财政收入的74% 政府无钱 这样意味着当地居民尤其是公务员 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减薪和服务减少情况 地方政府可能会减少投资基础设施 中国国务院星期二七日 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机构改革方案 建议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数据局 学者认为 这样反映中国经济衰退 政府财政收入锐减 金融和数据关乎到中共政权的安全 需要牢牢掌握 相信中国大数据严密管控的时代来临 而将政监会保监会统合成为 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管理总局 这样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是吹响严格 另外当局还说 研究议定数字中国建设方案 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 大数据管理时代来临 一切都在数据当中 你个人帐号每转一笔资金 大数据马上显示 而且去向也都知道了 大数据是一张天网 在疫情期间中共早就演练过 有关学者说 数字平台将会掌管的各自营运数据进行统合 相信这个是在网信办之外 直接对中国的各种互联网数据进行归口管理 相信它对未来中国对公安、国民经济 互联网产业的影响非常深远 中共央行3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 2月底外会储备为3.1332万亿美元 环比下降了513.09亿美元 终结四年增 也不及市场预期 这个主要是中美关系紧张加剧 而且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紧缩的预期加大 使人民币转移急跌 中国外汇局说 2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上涨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 在汇率截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 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根据数据提供商WIND 2月份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跌了2.69% 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同日公布 香港于2023年2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为4,291亿美元 较1月底的4,365亿美元 还比下降1.7% 财经资讯就分享到这里 本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 感谢你的收看 财经动态终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 为你带来全球最即时最真实的市场资讯 以及经济热点议题 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 欢迎你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